再败意大利让女排看清问题,连朱平都能力挽狂澜又何必为难她? 虽然朱平回归,但是联赛香港战的成绩,依旧难言亮眼,连续两场的3-0横扫对手,却最终未能抵过最后一场的1-3不敌意大利。 与北轮战一样,同样是两胜一负的成绩,却没有了北轮战的幸运,这次中国女排仅仅只拿到了亚军,且在香港战不敌意大利之后,中国女排也已经连续三次不敌对手。 假如说香港战第一场对阵阿根廷是中国女排的热身赛的话,那么对阵日本,中国女排则表现得非常不错。 尤其是在朱平工坊两端和小球的串联下,中国女排没有让中国球迷失望,以一场非常漂亮的胜利,让日本女排鲨鱼而归。 然而两场完美的胜利,却让大家忽略了很多的问题,那就是球队目前磨合依旧不到位,一传依旧没人能稳定阶下,二传很多时候还给不到位,进攻依旧只依靠朱婷一个点,得分大部分靠篮网等等。 可是这些问题,都被光鲜亮丽的前两场比赛成绩所掩盖。 而这些问题,最终在对阵意大利的比赛中,得到了凸显。 众所周知,中国女排没有日本女排的下三路技术,在世界强队之林中,中国女排之所以能够占据以席之地,靠的是王口优势和朱元璋的强功得分。 而在对抗意大利的比赛中,对手在重点照顾朱婷的战事下,接连利用高快球,打了中国女排一个措手不及。 失去朱婷的火力点,中国女排的异传问题被大大放大,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女排首轮的完败。 刘晓彤、王孟杰始终不能担负起一传的重任,而丁霞和姚迪在面对对手快节奏下,又难以掌控比赛节奏,进攻组织上失误不断,而朱婷被看死以后,球队又没有一个能够站出来,撑起球队进攻端的球员,最终输掉比赛,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。 当然,输球我们自然高兴不起来,但通过输球,让我们找到了与强队之间的差距,认清了球队目前存在的问题,其实还是挺值得欣慰的,毕竟在史联赛比赛中,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锻炼新人,磨合阵容,作为东道竹已经进入总决赛的我们,大可不必太过纠结分战的成绩。 此外,对阵意大利比赛过后,也让我们认清了自身的问题和缺陷,在这些缺陷和问题下,即便是朱婷这样的王牌面对强队的比赛中,都有心心有余而力不足,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之前两战中的联赛新星李莹莹,这名首次入选国家队的天津小将,在对阵韩国和波兰的赛后,遭受到了不同方面的压力,如今想想或许这样的压力对他没有恶意,但却也实实在在地对他产生了影响。 作为一个联赛新人,且出自入选国家队的18岁姑娘,我们对他的要求确实有些太高了。 虽然在联赛中,他拿出了超级巨星的表现,但毕竟首次在国际赛场上亮相,尤其是在目前国家队存在不少问题的大背景下,连朱婷这样的国际级球星,都男新有余而力不足,更何况这个零后的姑娘呢? 所以,对于李莹莹而言,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去帮助和给他更多的耐心,而并不是在球队表现不佳的时候,将责任全都放在他身上,并加以指责调侃,毕竟他是目前看来,中国女排最有希望接班朱婷的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